还是挺能过日子的他这个人 他身后各方面也伺候孩子啥的 对他妻子都离家出走了 有病他还可以看着 这人接太太说可以 听了李大哥的故事后 大姐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所触动的 接下来更是主动的聊起了自己的过往经历 我那也是丧 没的 我40那年他就没了 脑出血 也是半个多月就走了 他就爱喝酒 他又不爱喝酒不能 我也喝酒 你也喝酒 但是我也多个人各家吧 你走几个菜我也喝不进去 所以得有个人啥子来 没啥事来 烙车来喝点 那还行 少喝点不喝醉了 咱都也得给人家点空间 是不是 你不能说你啥都管人家 那能行吗 不大喝行 不大喝 不大喝酒行 人家喝你不喝 瞅着烙车说烙车尴尬 对 目前为止你还没说觉得他身上有哪点你不满意的 没有呢 现在没有呢 实话实说 李大哥从开始到现在对大姐的印象一直都不错 但大姐的态度给人的感觉总是磨能两可 这让李大哥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所以接下来李大哥干脆直接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我也不知道反正你对我啥呀 反正我先说出 反正我是能吞吻 我说话啥的我跟他们都说 我凡是我说实话都实在 通过他妈我看你 我挺相同你 实话实说 反正你看看你再考虑一些有什么需要的或什么要求 你再说吧 我能达到这 净下来满足 面对李大哥的表白 大姐会如何考虑呢 两个人能否牵手成功呢 让我们广告回来 接着相亲 通过他妈我看你 我挺相同你 实话实说 能用养员就不相往一起臭了 你看你为啥给你介入这大哥 就是因为大哥人好 你也能感到 这个他在实际过锐的的人 你不就想找一个实行实际过锐的吗 实行实际 那你养员不过关不喜欢 你心里不咱喜欢 咱也不能去跟他过去 你一想当中演员得是啥样的吗 稍微比他帮一点高一点的 眼瞅得顺眼就行 我觉得演员上面有点不过关 我这人就痛快 演员你再找别的 下一个 咱们别当我人家 是不是啊 那咱们实话 我也是实话言 实在人 该咋事就咋事 最终李大姐也是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想法 觉得大哥和自己心目中理想的老伴还是有些差别 于是两个人聊到这之后就互相道了别 其实啊 李大哥平时要伺候两赏地 还打打零工啥的 这运动量肯定是够的 但是呢 他为了锻炼身体 还特意买了钢管 浇住了水泥 在院子里就坐了一个单杠 你说说 这李大哥真是个挺爱运动的人 咱也看着了 大哥那引体向上坐的呀 不少年轻的小伙都赶不上 也正是因为这样 大哥看起来呢 才一点也不发福 但是没想到的是 李大姐偏偏想找一个胖乎一点的老伴 看来这也是勉强不来的事 于是呢 红娘又为李大哥介绍了一位 同样住在榆树 今年57岁的张淑春 张大姐 这是李元姨吗 对呀李元姨 您是张大姐吧 我姓张 那就没错了 张淑芬57岁 丧偶 现住址 云树室内 住房面积72平米 做个体生意 有医保 两次一听吧 这么算 这老了 其实你是今天退役 说是打闻了一下吗 不对啊 我每天都这样啊 每天都是 安美 那不像眼睛 是土了八几的 这衣裳都非常时尚 瞅瞅 说好看 你看 我没行事 我就接你 我没行事 你们给我录像 张大姐有一颗爱美的心 对于自己的穿着打扮 一直都很讲究 我就是喜欢时尚的衣裳 一小时就是喜欢穿 不喜欢像她的二大妈穿的衣裳 谁一穿二大妈我就来气跟她们 就说她 巴着她们来 把她的衣裳 谁要是穿衣服比较麻烦的话 对对 鲜茶挖料的 嗯 就说她们 一样的花钱买衣服 要买鲜茶挖料的 再说你 你办啥是大事小情景 当然穿这场合穿的不好 也瞧不起你 你平常去的场合都是大场合 嗯 做生意的 我卖中小学课本 卖十年 整个我们一说三十多个行的学校 基本都不逃遍了 那之前你都干过啥呀 也是做买卖做生意 卖洗衣膏什么的 洗衣粉的 那个我那时候都卖过 一直就是做买卖 上哪卖的 就是哪 那都跑遍了 黑龙江基本都跑遍了 张大姐做了一辈子买卖 大姐说 自己从小就是做买卖的命 从小我就七个岁吧 八岁时候就开始就是 就愿意做生意 七八岁时候 我就就能卖毛克 卖瓜子 这种小杠 那是五分钱一杠 这小孩卖什么瓜子 我说不卖大人 我上学 我说我不得买板子 买鲜皮买橡皮吗 我说这小孩的瓜子 这不用这事的 那时候被他说 想出去卖瓜子 其实觉得可以 我觉得就卖几块钱 那时候两块钱得谁有啊 那时候你讲话呢 都没有 谁有啊 那我觉得我就卖到两块钱 说那我就存起来 我资格就跌下包下来 那种感觉 就开始说有这个头脑了 对就有这个头脑 就是这一生就想做生意 觉得心有就要牵口嘛 牵口就要一口嘛 那句话 就是你扛大麻袋 你再扛 他钱是不是有数的 你这买卖他无极无数的 这之后 张大姐就开启了自己的买卖生涯 结婚后 张大姐和老伴都各自忙各自的事业 两个人这样的生活一直都很和谐 直到去年的5月1号 老伴永远地离开了张大姐身边 7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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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号没了 想到一说 别熬过我知道啥了就没了 打击老大老大的了 老大老大老大的了 你讲话那就不用说那个了 一说心里头不得劲 那你说 很多很多的事情 一句半句一句 现在就是儿女特别好 儿女总说 妈你要自己的更开心 其实你要选择你 好几种选择不好 就是你的性格跟谁能过过多去 人总得向前看 张大姐如今已经收拾好心情 迈出了这一步 大姐说 自己不为别的 只是想要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 找个心仪的人做后半生的伴 但是这个老伴不是那么好选的 抽烟喝酒我觉得接受不了 他自己能养我自己就行 我不需要他养我 赶紧领先板上 主要看人 主要人 就是比我高一点的 苗头点的帅的 穿衣裳有样的 在中学生活过吗 我要生活过 农村生活很多年呢 农村生活过 这种也能接受这农村的是不是 那也分别想让也不一定 也得看人儿 别看我嘴不像人儿 但是我心肠特别好 人心欢迎心 你对他好也对你好 在这之后 红娘向双方都简单介绍了彼此的情况 大哥大姐都想见上一面 请进 这边给你俩 俩借口一下 我姓张 我姓李 大哥姓李 李大哥你好 你好 你好 这也是缘分 真是缘分 你就是见认识的 就是缘分 你少爷你挺年轻的 一点都不说 今天多大岁 大哥 61 61属啥呢 属猪 属猪的 你年多大岁 我57属猪的 有什么样的印象呢 一不好看也是传奇不好 就像不负才是点 就你觉得太臭了是不是 嗯 个儿行 个儿行 个儿挺好的 他一瞅着太病了 带个猫 谁这时候带猫 一瞅着捅猫 啥猫 那活 你觉得有点妥 你抽烟喝酒不呢 啥子 抽烟 也抽烟也喝酒 喝酒是非得有银 有起来喝的 没有起来 隔音就是我那酒跟那摆着 你也不喝 我倒好几回了 隔音等来菜吧 我一喝下吧 这菜挺好 对对 银挺劲的 喝不下去 倒回去 酒还不喝 银可倒好 两张也喝 银必须得抽是 进 能进 要有人跟我俩做伴 我是闭满 我都不丢 我都想进 看来张大姐 对于李大哥这话很满意 连表情都变得明朗了 接下来也主动地 询问起了李大哥的情况 你现在能生多少丁 我丁两场的丁 往我整出去一厂 包住一厂 就是一手包住一厂 干不来 干不来呢 家里几个孩呢 两 男孩女孩一个 一个家一厂 媳妇现在我定位没打 结婚 还定位没结婚呢 那你儿多大算了 始动上学 哦 上大学 没分配呢 分配呢 动魂无产 你家老伴什么什么没呢 四五年了 哦 那你一直也就没选择吗 没有 为了孩子 对对对 哎 你想一下就是有事儿 你就有点儿女 我哥这个就是跟老妈的事儿 挺有赚的这样子 你家里的几个孩子 不是 几间房呢 三年 哦 都是早盖的房啊 现在的过去的 才盖四年 哦 那没想到儿女都是都成家 然后真不想到在城里买个楼 都有楼 不是 我是你 我不上城里的 我不再待 我感觉慢慢地 是李人不得往回来呀 我到农村来呀 你 谁上农村干啥去呀 遭罪一下啊 两个人说到这一问题 都有自己的想法 李大姐也是比较激动 现场的气氛 一下子就变得紧张了 干啥呢 用不着咱干活啊 那你干活不干活 在农村 你咋的住楼 就这楼再碰了 你各个方面的生活环境 它也不一样 它咋的 我说你就想吃个啥 你农村是不是放到冰箱里 我想吃鲜鲜的 我下楼就买 你买得了吗 夏天咱都不用啊 那我拿着饭去带黄 我耗松一下 那个都无所谓 你能吃一个鱼 现在马上包园了吗 包园了怎么办 我都吃一 我小时候就吃 有两个不吃鲜菜 我就给我归人呆了 快两个月 我都归女快速起跳 我再呆过去 就有一个能处 上厕所这个问题 你都解决不了 夏天还好 你冬天怎么办 你咋的 有时候胃肠不太好了 不太舒服了 你又肚子坏了 你跑几遍厕所 两个人 一个不愿意住楼房 一个不愿意住农村 这可咋办呢 难道今天的这场相亲 就这样到此为止了吗 它应该得农村 你看要我上农村 我能呆吗 我根本就呆不了 实验不了农村 你觉得上我楼上还行 你觉得你上楼吗 你不去吗 我要是干啥 到冬天我可能上楼房 哪儿活的 晚上穿哪儿活 再上夏天哪儿溜溜 这可以 夏天必须得搁家 有缘的有地 我得送的 张大姐态度非常坚决 但是李大哥做出了让步 冬天上楼房 夏天回农村 最终这样的说法 会让张大姐满意吗 我不愿意上楼村 我可不来楼村 一天我就呆不了 就是咋好农村 成年你就吃鱼 我也不得 因为我上 现在我上那个大爷的 我家的生活还是 也都没有那一段 我上城里大爷能共吃饭 我得靠自己 自力更生得正啊 还得干啊 那也是个问题 我不做地 我没啥出入啊 我得吃 我得自己为生活 你也不能做靠的 李大哥离不开农村 主要是因为自己的收入来源 都在农村 面对这种情况 张大姐最终会怎样考虑呢 咱们广告之后 接着看 我不做地我没啥出入啊 你可以把地包出去玩来呗 你不两张地 你不两张地 不够生活吗 不够花吗 你能够他俩生活 够我哥呀你 你两张地多少钱呢 不得忘了钱 就包出去两个钱 我儿子都给我悠闲 我说不要 我爸现在能够 那不是你的想法错了 他给你钱一定要 是他的秀心 如果你不要了 他就自然而言 就不给你什么着 你可以存着 我意思是吧 他儿女的 就都喀喀喀 总喀的 咱不是喀的 他干不没劲 他越跟他 他越敢当在帮他俩 那你想错了 他有劲啊 他跟我想法不一样 你别花 你就留着了 存一下 最后 孩子他学了哪个 来 我拿出拖符 我追他 对啊 老婆给他追 其实这些还不是我的 还是他们的 我还拿出去的 能看出来 两个人之间 有许多想法都不同 最终张大姐 还是因为接受不了 农村的生活 所以和李大哥 没能继续相处下去 来 慢走啊 大哥 好好好 来 摸摸手 来 好 谢谢 你看看 这俩就因为农村好 还是城里好 这事还杠上了 其实啊 咱们也看出来了 大哥大姐 还是对于对方的感觉 都差那么一点 所以呢 落到这个问题上 就较上劲了 要是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啊 住农村还是住城里 那都不是啥大问题 都是可以研究解决的 你说是不是呢 那好 如果有向着我们今天节目当中 大哥大姐的 就抓紧时间 跟我们联系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原来不晚 明天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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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